大家好,我是二福聯盟的火包老師 今天會和我們一起的還有兔寶喔 配合防AE大人和孩子都要趕快在家 避免不必要的外出 只不過要勞心勞力的打底餐餐和下午 還要讓孩子適時的放電 有多久沒有來一場悠閒的下午茶了呢 不如今天就帶孩子一起來製作簡單又好吃的有醬起司 來做為下午茶的點心吧 首先我們要先將雙手合起來 我們要來做好吃的果醬喔 講一講講一講做出好吃的果醬 抹在香香的吐司上大大的吃一口 是不是很好玩呢 接下來我們就要示範 我們跟孩子的話要怎麼玩呢 首先我們可以先一樣讓孩子坐在我們的對面 把他的手當做好吃的果醬吐司 準備囉我們一起囉 夾一夾夾一夾 做出好吃的果醬 抹在香香的吐司上 然後帶著吃一口 這樣的話就可以再加出微信喔 接下來我們就一起來看看要製作果醬吐司 需要準備什麼呢 首先可以準備香蕉 一般的白吐司 另外再準備一個空碗 叉子 還有湯匙 那在水果的選擇上呢 除了香蕉之外 也可以準備質地比較軟的水果 像是奇果啊或是葡萄等等的 和孩子一起準備餐食 可以趁機讓孩子認識食物的原貌 像香蕉可以讓他孩子聞聞看 看一看他的形狀 一起摸看看 摸的時候可以跟孩子說 哇這個香蕉皮摸起來軟軟的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一起來製作果醬囉 在製作之前 記得先加雙手洗乾淨 並點病菌吃清肚子裡唷 首先呢 我們可以先帶著孩子 一起把香蕉剝皮 對吧 我們一起吧 一起把香蕉剝皮 剝完皮之後呢 我們將香蕉放在桿子上 方便讓孩子去做搗碎的動作 好 我們把香蕉剝皮到旁邊 再來呢 要使用叉子 慢慢的將香蕉搗成泥就可以囉 對吧 我們一起吧 一起壓一壓 慢慢的將香蕉搗成泥就完成囉 那在製作看吃的過程中 孩子可能正在練習餐具的使用方式 或者是想要用各種方式來探索食物 常常呢 會將地上弄的上述都是食物 那其實這是一到兩歲的孩子 正在處於探索和練習 非常正常的行為唷 如果擔心的話 也可以先幫孩子擺擺張的衣物 或者是先在桌面或是地面 屁股上先磨 或者是報紙 方便您做事後的清理 也可以讓孩子盡情的探索 那我們的果醬就完成囉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幫廚師去邊囉 接下來我們就要來幫廚師去邊囉 我們可以像這樣子把廚師拿起來 讓孩子用兩隻手指頭捏著一腳 好 慢慢的撕下來 用通的方式 將廚師的廚師都撕下來之後 就可以進行下一個步驟囉 也記得 撕下來的廚師邊不要浪費 可以拿進烤箱裡面烤 又是一個酥酥脆脆的小點心囉 接下來我們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把果醬放進我們的廚師上面囉 出寶我們一起把果醬放在廚師上面吧 我們先用湯匙 倒起一匙果醬 好 慢慢的移過來 放在廚師上面 記得只要咬一湯匙就好囉 避免果醬太多 最後讓廚師合不起來 像這樣子用湯匙 把它弄平 好 將湯匙放回去 那接下來我們就可以讓孩子吃看看 把果醬抹平在廚師上 一起拿著湯匙 出寶我們一起把果醬抹在廚師上面吧 我們一起把湯匙壓一壓左右的 來回抹一抹 將廚師上面的果醬均勻 那等到把廚師上面的果醬弄平之後 就可以把廚師對折 輕輕的對折 接下來我們就要開始使用叉子囉 用叉子將廚師的三邊 壓平 要把邊邊都封起來 以免果醬平一下 不小心跑出來囉 好 果果完成兩邊了 那兔寶剩下一邊換你囉 拿起我們的叉子 最後的一邊加油 壓壓壓 完成夠了 這個好棒喔 這樣子我們的果醬吐司就完成囉 記得完成的果醬吐司 如果塗上蛋液再放進烤箱裡面烤 就是好吃又簡單的水果派囉 哇 大家事事都完成果醬吐司了呢 我們給自己拍拍手 好厲害喔 不過做完果醬吐司之後 桌面應該都是果醬跟吐司屑吧 我們一起來把桌子擦乾淨吧 吐包我們一起拿著蘑菇 欸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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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吐包你完成了 如果孩子完成了也別忘了給他一個鼓勵喔 那接下來我們就要來準備我們的下午茶時間啦 最後我們就可以一起來享用剛剛完成的果醬吐司喔 記得幫孩子準備合適的飲料 別忘了幫自己準備一杯喔 吐包我們乾杯 祝福大家在疫情期間在家裡能復活悠閒的午茶時光喔 我們下次見 掰掰